这些按摩师过去曾经是毒贩 他们在豫州学习了泰式按摩的技法 在前典育长创立的按摩馆服务 到泰国观光少不了体验泰式按摩 享受被拉筋伸展的快感 而在清迈这间有着庭圆风格的按摩馆 里头的按摩师傅都是服行过的女犯人 我们开展了10年之前 女士学习在180时 这些受训过的更生人 他们的按摩技巧一点都不说给专业师傅 特别是手劲超强 总让无法忍痛的客人痛得娃娃叫 虽然看起来痛到不行 但不少客人都说按摩后无比舒畅 而且一小时只要200泰铢 约台币200元便宜实惠 吸引许多外国观光客 来体验痛病快乐者的感受 因为这里的女更生人按摩师 多半都曾是毒贩 所以也被称作毒奶按摩 他们学得一技之长 让出狱后的生活得以重新出发 离法师巴巴自创的魔力头皮按摩 让她红遍大街小巷 客人更是络绎不绝 另外美国这名女按摩师 则是发明用咬的马刹机 靠着牙齿咬住客人的背借此抒压 包含歌手玛利亚凯蒂 凯蒂佩瑞都是她的客人 按摩噱头五花八门改于创新旧能 创造话题 记者组合报道 巴西42岁的黑帮老大独销 之前伪装成自己的19岁女儿 戴假发穿凶罩 企图越狱当场被抓包失败 不过三天后传出 她离奇暴毙死在狱中 一辆休旅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 一面撞上一辆脚踏车 将对方撞飞 先掉到挡风玻璃上 再翻滚到车顶 最后重摔在地 紧向触目惊心 北韩6号凌晨发射了两枚飞行物 朝中社报导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当时亲自监督所发射的是 新型战术的KN23短程弹道导弹 金正恩更指出这次试射 是要警告已经开始联合军演的 美国和南韩